突然下了鳳梨禁令 也讓很多的果農擔心 接下來會不會開始禁止 其他的水果呢 不過去年消出了七百五十萬公斤 鳳梨的雲林果菜合作社主席 是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雖然政府最近開始 大量的收購鳳梨 但是其實鳳梨是在下個月 才適合採收 呼籲農民不要為了要搶政府的訂單 提前搶收 否則反而會讓鳳梨的品質下降 也降低民眾的購買意願 也降低民眾的購買意願